伊律查阁发动政变 篡夺皇帝 可是尽管他杀死了世宗皇帝 但却没有能够坐上皇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伊律查阁叛乱被平顶风 寿安王伊律景登基起位 他也就是辽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牧宗皇帝 人称睡王 那么 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辽牧宗 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请继续关注 北京市海边教师晋秋学校高级教师员 讲述塞北三朝之了第九集 残暴睡王 中华民族的历史 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在中国的塞北草原之上 曾经先后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和党像族建立的西夏 那么 这几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又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 留下了脑机不可承认的贡献 请继续关注 北京市海边教师晋秋学校高级教师员 李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辽第九集 残暴睡王 上一讲 咱们讲到北汉接受了辽的册封 所以辽世尊皇帝耶律软 亲率大军南下 准备支援的北汉 不料祸起萧强 当他的部队 行至当年让国皇帝行宫的时候 他大军驻扎下来 祭祀自己的父亲 就是让国皇帝耶律贝 结果在祭祀之后 君臣举行宴会 宴会上大家都喝的明庭大醉 皇帝和大臣们 一干大臣都喝的醉醺醺的 就是入睡了 入睡之后 那个出卖了自己父亲的茶哥 就趁机发动了叛乱 耶律乌治几次跟世尊皇帝指出 这个茶哥 他不忠于自己的父亲 连父亲都能卖的家伙 人面兽心 必是禽兽 几次提醒皇帝小心 结果皇帝不当一回事 最后终于是自己丧在这个茶哥之手 所以皇帝和太后 还有一些个众臣们 就全部被这个茶哥杀害了 当时这个叛军一起 营地上火光冲天 兵刃交加之声 所以这个耶律乌治就在睡梦当中惊醒 耶律乌治掀开自己的这个帐篷 一看皇帝的这个大仗起火了 然后叛军冲过来了 然后耶律乌治就赶紧起身准备平叛 因为他穿的一身紫衣 中国古代的官员 官服是有讲究的 杜童的品级 穿的服装是不一样的 最高级的官员是穿紫袍 四等的是飞 就是红袍 再次的是青 青上就是蓝 再次是绿 一般八九品小官 就是绿袍 所以咱们现在有一个成语 说这个人红的发紫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在领导面前红的发紫 《红楼梦》里讲 他们家全是当大官的 满门诛紫 除了穿红的就是穿紫的 就说紫袍是很高级别的官员 所以耶律乌治是北府宰相 所以他身穿紫袍 因此叛军就高喊 别放过穿紫袍了 好在他是契丹人 他都是住在行帐当中 耶律乌治就赶紧退到另一个帐篷当中 那么多帐篷可能长在都一个模样 你也找不着 所以换衣出来了 他出来了 判军中耶律乌治换衣缴绿逃脱 逃跑之后耶律乌治乌生一脸 手中没有一兵一足 而此时 世宗皇帝已经被杀 判军仍在四处搜捕乌治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耶律乌治会怎么办呢 乌治确实是跑了 跑到哪儿呢 就跑到寿安王耶律乌治 帐下 查哥在杀害皇帝之前 发动政变之前 他也是想找外援 那么当时他找外援 他找到了谁呢 就找到了辽太宗的长子 寿安王耶律乌治 就找到他 想让寿安王跟他一块叛变 结果被寿安王拒绝了 所以查哥就联合了另外一帮 就是资历不这么高的 契丹贵族 不是那么 没有寿安王那么高资历的 契丹贵族发动叛变 结果成功了 耶律乌治跑到寿安王帐下 乌治就跟寿安王讲 说你赶紧起兵 平定这个叛乱 寿安王说 那个查哥他叛乱 他不是杀这皇上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平叛有的是大臣 干嘛我挑这头我不去 结果乌治说 大王似圣子 贼若得知 必不容 群臣将随事 社稷将随赖 万一落贼手 毁将何疾 乌治说 大王系太宗长子 你可是太宗皇帝的长子 叛贼绝不会容你 因为这个查哥叛乱 他想当皇帝 他当年又联络过你 联络你你又没接受 所以他要当皇帝 他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你 你是太宗皇帝长子 如果你落在叛贼的手里 后悔不及 你现在赶紧起兵评判 江山社稷赖以保全 寿安王一听 有礼 我不能落在叛贼手里 所以先下手为强 寿安王赶紧整顿本部军马 我们讲因为契丹 他基本上每一个这种宗使诸王手下都有部队 所以他立刻整顿本部军马 跟耶律乌治合兵一处就向叛贼的老巢就攻来了 查哥这个时候已经就得手了 皇帝都被杀了 查哥得手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进行宫搜罗宝物 你可见这个人的政治抱负怎么样 他当皇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进行宫搜罗宝物 他带着自己的妻子一块去的 结果进了行宫之后 就拿到了一个玛瑙碑 看到了一个玛瑙碑 爱不释手 此息室之宝 今日归我所有 得意的不得了 底下跟他揍事 大王耶律乌治没得到 待会儿我说没玩够呢 拿这杯子切耍 这息室之宝 今天归我所有了 他的妻子的觉悟都比他高得多 他妻子看他爱不释手的玩这个杯子 就跟他讲 说寿安王 乌治都在 我等命上难保 要此物何用 你该逮的那俩人你还没逮呢 你没事你老玩这杯子干什么 我要此物何用 你不知道玩物丧志 结果查哥说寿安王年幼无知 根本就不用害怕他 污知跑就跑了 他手下就几个听差的 就几个奴仆 他俩能怎么着 甭怕 接着我玩这杯子 当然他不止这一个杯子玩这么半天了 反正好多是很多宝物 还那检验宝物的时候 底下来报 说寿安王和叶律乌治率兵打来了 查哥一看大事不好 匆忙杀死了辽世宗的皇后 然后领人马出阵 面对叶律乌治和寿安王带来的千军万马 查哥心里就发抖 没想到 平叛的势力这么强大 我本以为我一下杀死了皇帝 秦贼先秦王了 我就应该在灵鹫前祭乐位了 没想到平叛的人马这么多 平叛的军队齐声高喊 而等谋逆 弃甲投刀者不杀 顽抗者必死 查哥手下的人马一听 我们一不留神成叛匪了 查哥冲进去杀皇帝的时候 查哥手下的这帮 尤其小兵 他未见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查哥还对外宣传自己是在平叛 没想到现在被包围了 大家一喊我们成叛军了 给我们只做两条活路 只做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弃甲投刀者不杀 你把刀扔了没你事 第二条路是顽抗者必死 当然大家很聪明都选择第一条路 弃甲投刀者不杀 刀全扔那了 跟着站着 我不抵抗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查哥一看 寡不敌众 麾下的兵士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就玩出当年树绿太后玩的那招 把被抓住的百官及其眷属 推到阵前做人质 放我一条生路 或者你们弃甲投刀 如果不然的话 看见没有 你们有人质在我手里 包括这些眷属 我一个一个全把他们宰了 你们赶紧 结果这样一来的话 寿安王和耶律乌治一看 投鼠忌器 有家属 有人质 在人家手里 只好退兵 但是退兵了 可毕竟是把查哥的叛军 就包围住了 团团围住 你是插翅难跑 所以双方都在想招 寿安王和耶律乌治这边想 怎么能够不伤害人质 消灭叛贼 这个查哥那边的 就动尽心思就想 我怎么能尽快突围 就在耶律查哥和寿安王 相持不下之时 查哥扣押的一个人质 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打破了将军 那么这个人质 究竟为查哥 出了一个怎样的主意 这个办法能够帮助查哥 突破重围吗 查哥扣的一个人质 就是这个林牙 林牙这个是契丹语 用咱们汉话讲 就是汉林 就是汉林 那这样的人肯定是一度的学问 这个饱读诗书的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林牙就跟查哥就说了 就这么样一番话 不有所费 寿安王何以兴 即此为辞 有可以免 不有所费 就没有所兴 寿安王是太宗长子 他现在当皇帝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世宗杀了 所以你这么着跟寿安王讲 没有我杀了世宗 能有你小子当皇帝吗 能有你的今天吗 所以这样一来 寿安王会念及你杀皇帝的大恩 他就会放你条生路 查哥这个时候已经一脑袋匠子了 谁说点什么 他都觉得给我指一条生路 查哥一拍大腿 诚如公言 谁愿做使者 这俩说我愿意去 那我给你提出这个 当然我去了 我去了 那之后 那你就甭管了 反正我愿意去 然后查哥非常信任这位 那您去吧 去了之后 见到了寿安王和乌治 就说 把这番话 讲给寿安王和耶律乌治听 寿安王和耶律乌治当下记忆 假装同意 没错 你回去告诉查哥 查哥说的很好 我们俩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不追究他的弑君之罪 让他来我的营帐当中 咱们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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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去回去跟查哥说 查哥也是死催的 一点戒备没有 大摇大摆的来了 我有功 我对当今天子有功 我不杀先帝 你能当皇吗 领傻来了 最近把这马脑背又得拿家 所以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 大摇大摆就进了寿安王和耶律乌治的营帐 一进来迎面撞到的就是辽世宗的亲弟弟 耶律楼国 你把我割杀了 咱俩有完吗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 没等查哥反应过来 耶律楼国冲上去一见 正好刺中查哥的心脏 查哥一下就倒地不起 然后金甲武士上来乱刀剁为肉将 抛斧挖心 祭祀先帝 所以这样一来查哥的这个叛乱就被平定了 苏有耶律查哥叛乱得以平定 但世宗皇帝已经跟上 辽国一时国荣无主 率军平叛的寿安王耶律警 是随行军中唯一的执姓王亲 因此群传忠利他登基几位 他也就是辽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辽国皇帝 人称税王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叛乘和孟祖 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查哥叛乱被平定之后 这位寿安王成绩了大统 等于这个辽的帝系 就又转回到了太宗一支 原来是在这个耶律贝的手里 是在耶律贝这一支的手里 现在就又转回到了这个太宗一系 太宗的儿子寿安王成绩大统 这就是辽穆宗皇帝 穆宗在辽的历史上 乃至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帝 他以什么有名呢 以税出名 人称税王 他巨能税 巨能税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巨能醉 是吧 他醉了他可不就叫睡吗 是吧 他醉了可不叫睡吗 如果我们翻看辽史 这个穆宗皇帝十八九年的天子当下来 辽史 穆宗本纪 五千字出点头 是吧 您说您十几年天子当下来 怎么就写了五千多字 写他就写了五千多字 这五千多字里边 穆宗出厂的地方实在是不多 为人很低调 是吧 他就不怎么亮相 出厂的地方不多 看到的最多的词是什么呢 喝酒 史书上记载 他在宫廷里设置了专门的酿酒机构 宫里专门有酒作坊 给他酿酒 只要欲有节日及国事活动 他就设宴豪饮 得点事他就喝酒 今天牡丹或者什么东西提前开花了 来喝三天 是吧 然后明天 比如说出现了什么香味 承锐降血了 五股丰登 好好喝三天 有点事他就喝 醉了醒 醒了喝 他保持的记录是连喝九天 连着喝九天 好饮 那是喝大酒 不是说咱三浅小杯子喝三杯咱完了 不是 好饮 通宵大旦的那么喝 记录是连着喝了九天 只要听说哪位臣下家中有好酒 立刻临幸 说你们家有好酒 甭着急 不用你打广告 皇上马上登门了 是吧 皇上的耳朵 拎着呢 然后就开始在这 公酬交错 大罪方规 一定得喝醉了 然后最终 你们家不有好酒吗 他也喝多了吗 喝多了他就随意赏赐 给这些大臣 加官进爵 有一次他到一个大臣家里喝酒 这个人当时这个人是个武将 他到这武将家喝酒 喝高了 喝高了之后特别高兴 这个酒非常好 张嘴就赏赐你黄金白两 彩断白匹 然后怀孕的母马一百匹 这些讨论你随口就赏赐 然后给你一个多大多大的官职 问题是他这个旨意都是最终发的 他醒了他不认账了 你以为说我到某一个大臣家里去 我喝酒 我喝多了 喝多了我非常高兴 你这酒真好 你太忠心了 我这时候已经在昏迷状态了 喝多了 明天你就是宰相了 等一醒发现 不好意思 上礼拜我还封了俩宰相 那还没落实 你先排着 那那大臣不怀恨 你怀恨在心 你白糟蹋我一顿好酒 我为什么苦心巴力的给你巴结这好酒 我就听说您有这么一个特点 您喝高了爱给人封光 我就想要这好事扒拉到能落到我身上 就没想到这好事太多了 这落到这好事太多了 皇上逮着好酒他就去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这些大臣特别的对皇上 等于怀恨在心 君无戏 您是惊口欲 您这可倒好 一张嘴给我一宰相 我这好 我就美了一晚上 您这一晚上呼噜呼噜的好 我这一晚上高兴的没睡 天亮的干什么没这么回事 你气人不气人 所以牧宗皇帝 他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跟什么大臣说 他说朕在罪中处事有乖 不得取从 酒醒后可覆奏 我喝多的时候 我进来糊涂糊涂 我说话也糊涂八道 我说的什么 不得取从 你们别听 等我酒醒了之后 你们覆奏 问题是他没醒的时候 对吧 他醒了就又喝 他只要一睁开眼 这手一下意识的就去抓酒杯 只要一醒他就喝 一喝就大 所以他没有醒的时候 牧宗耶律景 嗜酒无度 整日酒醉不醒 可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 每天这样醉生慕死 辽国的朝政怎么办 入大的国家 谁来治理呢 牧宗皇帝 他也本身 也不是什么 寻财之主 你看那个耶律乌治 就劝他评判 他都吓成诺人 杀皇跟我有什么关系 评判其他人干 我干嘛要去 是耶律乌治 击他 你不去你就完了 对吧 所以他这才 契丹男儿的血性 给激发出来 这才起兵评判 其实评判的这些事 都是耶律乌治 一手谋划 所以叛乱平定 牧宗当了皇帝 耶律乌治 被封为北院大王 等于在契丹的官职 官职当中 已经基本上升到一个顶点了 所以牧宗皇帝就觉得 朝政委托给耶律乌治 就足可以了 自己呢 就不理朝政 本身他对这个 听朝理政 临朝理政这种事 他也没什么兴趣 幸亏当时 耶律乌治 这个辅政 那耶律乌治是北院大王 南院大王 也是智谋 广远之势 这两位 这个大王呢 采取了这个军赋税 劝更加的措施 鼓励契丹各部 发展农业生产 富国强兵 所以被这个契丹老百姓 称为富民大王 幸亏有这两位富民大王 所以底下啊 就老百姓啊 这还不至于出事 因为耶律乌治等贤臣 忠于朝廷 且治国勇放 所以 即便辽牧宗 不理朝政 整日喝酒玩乐 辽国依旧社会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 那既然如此 牧宗是不是 就会一直这样 悠闲的玩下去呢 我们看到啊 到这个时候为止呢 经过了太祖 太宗 世宗 牧宗 我们看到这四朝了 没有一次的皇位 所以更迭是正常的 对吧 就是太祖传太宗 这本身来讲 树律太后 费掌利诱 是吧 太宗也不是传给的世宗 是吧 是太宗驾崩之后 世宗在这个军前 众将推带 自己就当皇帝了 世宗被逝 然后牧宗得以祭统 就他不像咱们中原王朝 有一套很成熟的这个 这个世袭的制度 敌长子继成字 这个父死子继 他没有这套制度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上一讲讲过的 契丹的贵族啊 人人都想过一把皇帝 反正我不是耶律就是修 是吧 尤其耶律嘛 那都有这个做皇帝的资质 咱都耶律嘛 所以人人都想过一把皇帝 牧宗皇帝在位的这些年 清醒的时候 就是跟叛乱做斗争的时候 基本上啊 就他在位这些年 怎么说呢 三年一小判 五年一大判 五年不判 年年都有这个判乱 所以他整天呢 要平定这个判乱 首先啊 就是说 这些参与判乱的贵族 等级都很高 比如我们讲过的这个 像 李狐 耶律李狐 耶律李狐的儿子 习尹就发动了判乱 发动了判乱之后 就牵涉到了李狐 咱们前面讲了李狐 本来世宗也把他丢尽了嘛 并没有把他处死 结果到牧宗的时候 对他们还不错 牧宗都把他的幽禁给解除了 结果李狐的儿子叛乱 牵涉到了李狐 所以父子俩啊 这个下狱 下狱之后呢 这个李狐死在了狱中 当时五十岁嘛 死在了狱中 然后这个 他在位的这个十九年间啊 多次爆发这个谋反事件 叛乱的贵族啊 包括这个树律太后的这个子弟 包括太祖的弟弟 包括这个耶律贝的儿子 包括李狐的儿子 实际上这些个叛乱 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个太祖太宗的这个子孙们啊 在争夺这个皇权 这个斗争的继续 说明契丹到现在为止 他没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 类似于中原王朝这样的这个继承制度 这样的礼法制度 你没能建立起来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叛乱的事件 搞得这个这个穆宗啊疲于应付 所以就养成了这个穆宗这种残暴的性格 对待这个叛乱 必须是毫不手软 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他又不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太祖太宗 那样的雄才大略 那样的这个 怎么说那么有人格魅力 所以我可以宽恕叛乱者 我把你的党语减除 然后你孤身一人 我宽恕这个叛乱者 你别再跟我较劲了 你服了 跟诸子亮七千莫获 你服了 服了我就 穆宗他又没有这 所以我就必须把你从肉体上清除 杀得干干净净净 到后来他就感觉到啊 这个杀人这个手段实在是立竿见影 太见效了 问题是这些契丹贵族 前仆后继 倒下一个又来一个 倒下一个又来一个 皇冠的诱惑力是太大了 都想的是他被杀 因为他笨 他事不机密 他一不留神被杀了 这事儿换了我肯定没事 就我也死了 我死了别人还觉得他也笨 所以他前仆后继 因此你想他为什么他整天酗酒 等于也是那种一种借酒交仇 这帮人怎么不怕死 怎么杀不完 是吧 没有 你们有个头没有 你累不累 你老叛乱 是吧 我杀人都杀累了 你被杀的你不累 你说这个 是吧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样的整天要平定这个叛乱 频繁的镇压叛乱 是辽木宗养成的残忍事杀的性能 而且他不仅对叛乱者如此 对待大臣甚至身边的侍从 也极其惨慌 木宗身边的近视 经常会无缘无故的 就被他残忍的杀害 那么 关于辽木宗的滥杀苦工 史记上都有哪些记载 看这个辽史 木宗本纪 最多的字是罪和杀 杀他杀什么人 他就是杀这些个 他身边的人 还有这个大臣 近视和大臣 他杀人有些例子 比如说公元963年的正月 一个给他放养百兽 就是放兽的奴隶 被杀掉了 三月又杀了一个放禄的 并且消首示众 拨到这人犯了什么错误 就消首示众 六月又杀了一个养小动物的 十二月又杀了一个养猪的 你说你贵为天子 你要跟这帮人叫什么劲 杀养禄的 杀养猪的 他就杀这些人 按照咱们现在的话讲 你掉价不掉价 你贵为天子 你自己还亲自动手 连跪的手都省了 你还自己亲自动手 上去干这 他有罪 送交有私 如果你觉得他有罪 送交有私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您得可倒好 自己亲自动手 而且人家也没什么罪过 举这么几个例子 滥杀无辜 有些例子 比如说契丹的皇家 放养了很多鹿 那天辽木宗一时兴起 不知道他是 反正他清醒的时候也不多 不知道他那天怎么醒了 一时兴起 就去检点这些个鹿 我检点 一检点 发现鹿的缺了 少了 比如我应该是100只 现在97只 少了三只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有数 你说他一天到晚醉醺醺醺的 这养多少鹿 他怎么会有数 他就愣说少了 你也没辙 皇上说少了 皇上一说少了 立刻七个养鹿的人 全部被杀死 杀死之后 皇上把他们的首旗砍下来 在这个地方住一座土丘 脑袋摆在土丘上 示众 谁也不许给他们收尸 就因为少了几头鹿 还不知道这几头鹿 是真少 还是假少 有可能皇上喝高了 他数错了 那不管 立刻这几个人就杀了 还有一次皇上用餐 用餐的时候 给他上餐具的侍从 动作慢了一点 皇上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一下就把这侍从刺死了 就因为给他上餐具 动作慢了一点 一点弹丸小事 马上就给刺死 辽木宗酒醒的时候 他更多的时候就喜欢打猎 皇上打猎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人在打 很多侍从要帮助他 比如说把猎物赶进圈里来 有一个侍从动作慢了 结果造成猎物漏网 皇上居然把侍从处以袍涝之行 伤咒王才用这种酷刑 铜柱子烧烫 把你绑到上面活活烫死 用这种酷刑来处理禁事 一个侍从回家 家里可能是妻子 还是什么人病了 侍从回家 回家可能是没跟穆宗皇帝请假 穆宗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就派人追到这个侍从的家 把他的妻子杀死 并且征熟了给这个侍从 你不是说你媳妇病了吗 那行我给他治治吧 怎么治我让他永远不得病 高温不消毒 把他征熟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说 我们见过暴君 没见过这么暴的君 就是说坏人咱见过 这么坏的咱没见过 这个喝多了之后 随意的杀人 杀的太多了吧 他有的时候酒一醒 他自己也稍微的感觉 有那么一点点不好意思 就是我杀人杀的确实是 稍微多了一点 他也感觉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所以他假惺惺的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怎么说呢 有罪者法当刑 朕祸四目 滥及无辜 清等窃见 无惑面从 就是说 底下的百官也好 侍从也好 有罪 是应当动刑 但是呢 我有的时候就随便 就发脾气 暴怒 滥及无辜 我会伤害无辜 所以你们 大臣们 你们要劝谏我 要劝谏我 不要取从 不要说就是 我传达了什么旨意 你们都执行 所以群臣啊 都觐见他 特别是殿前都典检 耶律一辣格 这个人呢 殿前都典检 这个人是就相当于禁军的总司令 他也有手握兵权 所以耶律一辣格呢 见到这个皇上 滥杀无辜 就要劝谏 有一次啊 这个一个给皇上养野鸡的 就是炙鸡 给皇上养这个的人 这个把这个致鸡啊 一不留神 给弄伤了 弄伤了 很美的这个致鸡 给弄伤了 弄伤了之后 他知道自己小命保不住了 知道自己小命保不住 他叫逃亡嘛 我不能等着皇上杀我 就跑 跑 被皇上逮到了 跑啊你 弄伤了我的这个致鸡 你还敢跑 逮到了 逮到了之后就要杀 所以这个耶律一辣格就赶紧跪下来替这个人求饶啊 那说他有罪 罪不当死 那他虽然有罪 不就弄伤一只鸡吗 这算什么呀 是吧 罪不当死 就是陛下千万息怒 是吧 这个这个赞兮雷霆之路 你不要杀他 辽木宗听都不听 就把这个 放鸡的这个人杀死了 杀死了之后 是吧 这个就把这耶律一辣格叫来 指着这个被杀的放鸡人的这个尸体 跟耶律一辣格说 收下你故人的尸体吧 是吧 你不是 你不是劝我别杀他吗 说明你跟他有交情 那是你朋友 好 现在你可以把他尸体拿走了 是吧 你去给他这个这个 怎么说 安葬吧 你去扬送中去吧 发送他吧 你拿走吧 你想这耶律一辣格得气到什么程度 对吧 得气到我是殿前都点解 这个异国的相当于这个 在中原来讲 这相当于禁军总司令 手握重兵 这么的羞辱 那你想想 这个群臣啊 得有多么的这个寒心呢 辽木宗随意处死身边的侍从 这使得很多人对他怀恨在心 而他不留情便的羞辱国家重臣 更是使自己重叹心理 那么 木宗这样自以忘为 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木宗皇帝身边的侍从 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 是吧 你不知道什么事 这小命都保不住 是吧 这属于动辙得救 是吧 你也不知道说 你说我再小心的凤鸣 您关键不知道这些什么时候 他就撂卷了 对吧 你不知道这种这种情况 所以这些侍从啊 这个 常年是处在这恐惧之中 恐惧之中 那人家就要想办法了 那我不能这个引进就路 所以我先下手为强 你要是老这么做 拿我们太不当人 那咱们也就白刀进红刀子出 那咱们就豁出去了 有一次 这个该着了这个木宗皇帝 大献已到 这个暴行啊 积累到一定压断骆驼即备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是吧 到了临界点了 所以他在他在位的这个第十九个年头的时候 皇帝呢又出去打猎 这个二月十二号 那这一年的二月十二号皇帝出去打猎 那天呢收获的猎物啊 特别多 特别是呢 猎获了一只大黑熊 所以皇帝非常高兴 抓着那只大熊 这值得庆贺吧 这得贺吧 是吧 于是群臣开始通宵达旦的这个燕饮 喝这个烂醉 久至这个烂醉的时候 皇帝合一而悟 躺下了 躺下了 这按照一般的这个常理 皇上这个时候就应该睡了 因为皇上在位这些年啊 人人送外号睡王嘛 那他的睡的时候多 所以侍从们一看 累了一天了 皇上要睡了 那我们也就可以稍微歇口气了 所以这个侍从们呢 也就想歇口气 没想到的是 这皇上刚躺了 不久 一鼓子他起来了 是吧 可能那个这个就是属于那个 就是那个假睡眠状态 是吧 所以他当时是一鼓子起来了 起来之后就吩咐 烧水做饭 我正饿了 刚才可能光顾了吃 光顾了喝 这个肚里没神 正饿了 烧水做饭 他这一喊烧水做饭 厨房的火都熄了 所以这个侍从赶紧一咕噜就冲到厨房 把这个厨子啊什么的 这些人全提醒 赶紧赶紧烧水做饭 皇上要做饭 那这是需要时间的 皇上等的不耐烦了 是吧 我让烧水做饭 怎么这么半天了 这个 你们这些狗奴才等着 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杀光 然后皇上一翻身 呼呼呼呼又睡了 是吧 这回可能是真睡了 是吧 就皇上说这个烧水做饭 也可能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随口这么说 他可能假睡 醒了之后说了一句 给我烧水做饭 是吧 一说烧水做饭 这帮人就开始手忙脚乱 皇上上做饭 谁干不做就手忙脚乱 结果皇上等不及了 你们这些狗奴才摸摸蹭蹭的 等着我把你们全杀光 皇上这句话说完就忘了 他这样的话 一天可能说360遍都不止 他天天挂在嘴边就杀光杀光杀光 然后皇上刮灯 是吧 一翻身睡了 这几个可一想 这个面如高木死灰 完了 是吧 完了 你说这咱这倒霉催的不是 是吧 谁想到他坦着之后 他又让起来做饭 是吧 那这厨房不能老着着火 那那帐篷里边老着着火 那帐篷着怎么办 得 所以这个 他这个侍从说 看来 今天咱们横竖是难逃一死 怎么着 是吧 怎么着 前情往事全想起来了 是吧 咱们都有家里的亲人死在这暴君之手 是吧 那会儿 可能这些工作 他也是世袭 都是顶替的 就是说 你爸爸被杀了 儿子进来伺候皇上 是吧 都是这样 咱们都有亲人死在这暴君之手 今天 横竖一死 打死太子也是死 撕碎了龙袍也是死 干脆咱杀了这个暴君 为天下人出口恶气 咱就是死 咱也值了 是吧 咱把皇上弄死 死也值了 这仨人一合计 一拍大腿 就这么干 是吧 于是 有的人呢 就出去背马 有的人 就怀揣力刃 就走进了这个牧宗的帐中 暗杀牧宗啊 一如反掌 皇上这背对的帐篷 呼呼呼 挣那高税 三个人扑上去乱认其家 这个牧宗皇帝就被刺杀了 就被刺杀了 十年三十九岁 正是因为他嗜酒无度 残暴虐杀 所以辽史啊 当然这个辽史是元朝人写的 对他的评价 给了四个字 特别有意思 死其一哉 死得太好了 死得正是时候啊 死其一哉 终于死了 就这种感觉 你可算是死了 这个牧宗一死啊 辽国的这个帝位传承啊 就又出问题了 又出什么问题呢 辽牧宗 嗜酒无度 体弱多病 所以牧宗皇帝啊 不尽女色 整天就喝酒嘛 整天都醉着嘛 老婆是谁 都可能都不认 不尽女色 所以他一死 膝下无子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那么辽牧宗一死 这个继位的新皇帝 该是谁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辽牧宗被杀后 世宗皇帝的儿子 耶律贤继承皇位 史称辽景宗 景宗即位时 辽国刚刚经历了 牧宗近二十年的残暴统治 国力衰退 百姓人心惶惶 而且多年友好的宋辽两国关系 也风生变故 那么 景宗耶律贤 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他能够收拾好 目中留下的这个残暴统 请进行收看 北京海盗教师进车取向 高速教师园统飞 讲述 赛北三朝之流 第十集 景宗中兴